我是第一個可以介紹 跟寺廟有關的電箱子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錄了放在youtube上面 說不能洩漏 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好 謝謝梁老師的介紹 我的猜想是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跟各位的研究應該都 距離都還蠻遠的 有人做了研究跟這個有點關係 你可以舉一下手吧 都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像聊天一樣 所以大家看到 我除了在中央大學 也在做音樂舞技術 有兩個部分我要講的 一個是細胞的爬行 一個是flow in tissue 組織 這邊我宣稱組織是會流動 我應該先講一下 我是一個做理論 然後我做理論的approach 比較像 我剛才忘記問這個演講的應該是國語還是英語 我就開始講了 但你介紹我的時候就有國語 所以我就有國語 好 那我是做理論的 所以你們不會看到我殺死老鼠的過程 因為沒有 我沒有殺死老鼠 所以也沒有很多美麗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做的這些題目 跟生物的人他期待的距離很遙遠 跟傳統的理論物理其實比較緊 傳統的理論物理人都希望把一個自然界看到的意見 用得最簡單 然後寫下最少的獅子 然後去解釋最多的現象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可以解釋現象還不夠多 你就會再加一點細節 那你就會發現說 加一些細節會不會更像 我比較像這個樣子 這個approach對於生物的大家是很難接受的 但是我是做物理的 所以我不想要理他 再來我去 我今年在台大生育 生肌的生命會進行研究所 就是這樣 果然不理這件話 我只會說不扣去不太理他 我不會說我不理他 我當然會理他 對 不理不是那個意思 我先講前面一般有說Wid Sales 我猜大家可能不是很 就是大家都不是這個領域的 所以我應該先發個影片 有一點多 你可以放在後面 我先秀一個圖 你如果像我當年做研究 剛剛開始研究生物能的時候 一樣的話 你可能會先找一些相關的reference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這已經17年了 不過這個故事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基本上你會唸生物能 他就會說他唸個細胞 然後這是細胞外面 然後細胞如果想要知道他 要往哪裡走的話 你應該要有一些分子在上面 是可以探測外面的環境 然後探測完之後 這些分子就決定說 我應該要往前走還是不要往前走 那如果要往前走的話 這個分子就要可以對細胞核發出訊號 然後細胞核就會製造出 讓細胞可以爬的那些分子 然後第一分子就要移到這個方向來 然後就在這裡 就是那種分子 它會很差 它的中文我老是記不起來 它叫做Active 我老是爬另外一個分子 叫Miles裡面的中文分在一起 所以我就不講中文了 反正就會看到Active 它是一個纖維狀的東西 Active很有趣喔 它會怎麼樣 你看到這個一顆一顆 它會在前面加冷卷 那這個是一個Mandroid 你知道在Rute Temperature之下 有東西有Font fluctuation 所以它只要Fructuate出來之內 有一個Gap 就是這個 Cotein裡面加冷卷 就是這樣 所以就可以生產 這是一個簡單的理論 實際上事情比較複雜 有時候你不太需要Future 就能做得到 那我要跳過那個部分 然後用很多很複雜的控制方法 你可以加一些蛋白質去阻止它繼續的長 然後前面長 後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Miles比較複雜 然後在後面 最後面這裡 會想要分開 這是一個非平衡的系統 前面黏後面分 有一些特別的理由 那是因為 前面黏上去的Active上面有ATP 黏上去之後它就會想要水解 所以這邊都是 不是ATP的Active 沒有ATP的Active喜歡離開這個Feel 所以它就前面加縫一個 就融掉 就像Recycle一樣 然後西瓜有 只要你給它 你是給它ATP給它營養 ATP就是 你跟中文聞 給不起來聞 就是我們把 會好它用什麼 轉化成ATP 就可以變成能量 OK 它是一個 反正這個事情 因為有ATP的水解能量 所以它可以一直這樣做 它是一個非平衡器 所以你會看到 西瓜要爬它會 因為這些纖維往前長 還有Potrution 然後長出去之後 如果它在平面上爬的話 它不需要黏在平面上 它形成新的Addition Size OK 然後它爬過去黏住 它要往後面往前拉 那要有時候去拉 那個東西 拉的力量主要是來著Miles 會叫Contracted 然後拉之後 它的後段會被往前 這叫Utracted 那後面的那些 跟Substreet裡面的Bound 就會 就會分開 所以當然有時候的Protein 然後 做現在 現在的潛圈是 把所有的Potin都列出來 然後把所有的Potin 試驗有沒有交互作用呢 就是做實驗 看它會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 黏在一起就是交互作用 你可以知道交互作用的想法 然後在寫出PotinPotin才全在做 OK 這是 你去系統收穫學 看到最多人在做的事情 OK 那如果你不做這種事的話 當然可能就是寫下一些Couple的Differential Equations OK 然後 如果你寫非常非常多的Differential Equations 你就可以像是 在Primed Prime裡面做這些題目而已 如果你寫的很少就想五個 大概上 就可以用這個 那因為我是做五個 所以我會靠近你 對於 至少對於業餘的人來講 我知道比這樣多 不過 要知道這個Tog 只希望我知道這麼多就好 就是 這是一個Sale 側面主 下面是Substrate 然後 假設要往這裡走的話 這些紅色就是Active 它必須要可以生長 就是Active Polymerization 然後它可以形成黏住的Bound OK 就是Self Subject Bound 然後這些黑色就是Milting Milting 是它會抓住兩個Active Bound 然後它會這樣拉 它這樣拉 它耗的能量就是Active的水解 OK 然後它就可以把細胞的生命往這邊拉 然後拉拉這邊的Bound 主要可以斷掉細胞這個往哪裡走 就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是 念物理的會顯卡的Model 你看看 這很像念物理幹事這邊 都已經長得不像細胞了 然後 細胞裡面的細胞值的流動 是一個flow field 下面是一個substrate 然後你就 把我剛剛講的事情放進去 但是其實沒有 你知道嗎? 我這邊寫了一些Model 你可以看到這不是很老耶 你看 2013、2014年 The View of the Legions 2010年 它們做的事情是在意為 就是超簡單的模型 理論 然後有Milting在裡面 沒有Active Polymerization 而且沒有Bound OK 細胞跟substrate的交互作用 可以當作是一個摩擦理 這樣 然後它有一些有趣的結論 就是你可以分析裡面的flow field 如果我在某個點私底 裡面的flow field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如果你做實驗 可以放一些會發出螢光的分子 你可以稍微進去 去Analyze 細胞裡面flow field跟實驗 這是它的想法 然後你可以研究 然後從停止到移動 它是一個非線運動學裡面的 一個分岔的過程 可以Bivification 然後還有你可以 在這個簡單另外一個Model裡面 你可以看細胞爬行的速度 因為它裡面 因為它只有卡全界 所以你看的是裡面的Milting的分布 然後它們發現 Milting的分布必須要長什麼樣子 之後細胞會爬得最快 然後長成那個樣子跟實驗很像 所以 我看很可愛 所以就可以活到物理最好的期間 這是另外一組 這看起來比較像針的 因為這是二維的 不過你看這個比較早的時候 就是裡面的巴黎圖 它是二維的 它也沒有針到哪裡去 因為它只有 Active Polarization 沒有Biocity Comptial TH 而且它也沒有 細胞跟substrate之間的bomb連結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看 PolaryVision怎麼造成細胞運動 然後它可以其實可以 從鏡子到移動的transition 他們發現 那個transition非常像 一個我常見到的transition 這個用的figuring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給你們講一下 你如果把黏著的液體 放在兩個玻璃板中間 然後挖一個洞在玻璃板 上面有玻璃板 然後沖氣下去 那當然就會有氣泡 往外生對不對 然後它會生出像 就是會分岔 這個分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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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在1980年代的時候 是一個非平衡統計力學的 還有非生技能力學的有趣的一題 然後它發現這個transition 和這個細胞的環境 9點下 所以就上了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過了五年之後 這是一個西班牙的group 在昨天公投的發財很大 他們就用了更 advanced的 更多的計算技術 二維的分析 非生技能力學 他們發現 一個細胞從靜止到運動呢 它經過 從靜止到運動的transition之後 運動的shape 可以是長這樣 可以長這樣 可以長這樣 就是有一些 對色性的改變 所以這個在乎比裡面好像有什麼 不過你可以猜測一下 畢業生物的人應該是 多滿意之類的 這個是比較 advanced 一點 你看到這個又更像真的 它有的是 裡面的sidal skeleton的分布 然後 這些sidal skeleton就是 active filament 它們可以長長啊 它有它的彈性都畫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 locally的 active filament的方向 它會滿足一個 長得有點醜的equation 這些客人會用別的fuel couple在一起 所以全部加起來的客人 就變得很醜 很醜意思是 不好解 可能覺得很美 因為它滿足的 放入去對身 OK 如果你喜歡常問 你會發覺這個是 soft condensed matter的常問 這些客人是 用 用跟那些 寫下高能的standard model的原理 一樣的idea寫下來 這是我們對稱的group idee 這樣 OK 那這是一個在 當時是在 他在canbridge現在 他的idee 當初 當初他的idee 他現在是那個 他這個那個 那個什麼seat 你去忘了 Hawkees在的那個seat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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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劉頓帶過的那個seat 那個講座 現在是他 很力的感到意外 現在 建橋大學那個 就實際上 最重要的講座是一個 做我這個領域的人 但不是我 所以 我沒有忘記 反正他們做的事情 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你只能做 neverical solution 然後就看這個field怎麼變 然後細胞怎麼爬 細胞細胞怎麼變 這樣二回 他們三回都可以做 只是 細胞要變大 那下面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研究就是這樣 Dict t是年菌 他的爬行是比較像這個樣子 一步一步的 你可以看得到這種形狀的改變 OK 然後這個我今天不太會講 他們想要model 這個東西怎麼出來 他們其實加了很多的assumption 在他model裡面 原來model其實 我覺得他的美感非常的低 這個在YouTube上用的 然後這是一個美國的proof 然後主要是應用數學界人 應用數學界人比較好 跟物理界人的美感 sumption不太低 所以他可以分析出 它是個二維的報導 它是從側面看 就是從上面看 只要看到細胞的側面 它可以看到細胞跟substrate 裡面的地方 分離的分布 然後他發現 細胞跟substrate之間間間解的那個bomb 對於細胞它會這樣爬 還是平穩的這樣爬 其實是有影響的 OK 所以他上了Biophysical Journal 而且還被Edith特別報導了 講了一個故事 講說這個也很重要 OK 所以那邊都是理論文的simulation 我這邊給一個實驗 因為你猜到做生物的人大概 只怕一個圖上 可以講嗎 大部分念生物的人 他會念生物 結果他不喜歡數學 或者他不討厭數學 他念了生物之後 在大學的時候很少碰到生物 所以他不太做這種東西 OK 所以你希望你的物理的研究生物 可以跟實驗體的話 你希望生物能跟你Data 其實不是很容易 那這個例子是 這是東大的物理器 他們是把DT放在substrate上面 這substrate上面放了很多的小小的 顯微信上可以看到的點 那細胞一失禮 substrate就可以起 所以那些點就可以起 他知道這個substrate的彈性長處 所以他就可以去 有一個ebrace problem 可以解出整個substrate上面的 stress的分布 那就可以知道細胞失禮 那他有力的分布 他就可以算 細胞對substrate的準備是多少 答案什麼 OK 這不意外 因為M的MA 對 他受到很多力他在運動 但是他的M實在太小 所以這個不是0 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比他這個sumation裡面的每一項都小 OK 所以 細胞其實是活在一個壓力十多的世界裡面 他們不太care 他們沒有關心這種事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可以再做分析 我們以前做過 charge distribution 你知道做multiple expansion 你可以得到有用的資訊 在延續集的力學裡面 你可以做force的 這個是stress traction force 就是 其實就是 細胞實在底下的力 或底下實在的 細胞的力量乘一個符號 這是dj個分量 然後乘以他跟細胞的中心點 距離的第二個分量 然後對整個service做積分 所以這是一個tensor 這個東西叫做diple 因為force是一個vector 所以它的diple 就是一個second rank tensor 這個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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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分析這個東西 然後會得到 因為物理也想知道 你說dictated運動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做tire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這樣 一個抽籍性的 所以我們要找這種實驗 或者找很穿透的收穫實驗 很穿透的收穫實驗 通常會告訴你 是哪些蛋白質可以得到的結果 那就這樣 好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喔 這是一個 他應該在瑞士 我想 他是一個 我猜他人應該是應該在瑞士 這個group他們做的實驗 這個東西是fresh character cycle 它是 他應該在瑞士 你知爬行的速度最快的細胞 它有幾種爬行的mode 這個paper講的是這個 他給了一個很簡單的mode 但是我不要講mode 我只是想 請各位看一下 圖片欣賞 因為這個很像頭的細胞 他是不是在爬 你可以看得到 好像這個有什麼東西在裡頭 感覺得出來 然後這個是往前進 這個圖文是細胞 所以這是一個在爬的 這是還沒有決定要往哪裡爬的時候 他得決定 不然的話就是一直這個樣子下去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他決定 這是spontaneous 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例子喔 他應該是哪裡也不會去 他顯然有一個 很有趣的對稱 這是另外一個 他有一個 這個很短 他有一個3-fold symmetry 然後 他會想要轉 但他卻沒有去什麼地方 這些運動的形態怎麼會出現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物理問題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這是說夢問題 我 其實還是物理問題 那至於有什麼用 在物理系可以說 不要管它 所以我就說不要管它有什麼用 我的臉不要管 因為我找不到別的照片 我現在接下來講 主要是他做的工作 OK 看來一下 他是我的碩士生 他剛畢業沒那麼久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大概也知道這些故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可以想辦法 建立一個最簡單的模型 然後放越少的方程式在裡面越好 但你講方程式越少越好 就會比較願意 你說放越多越好 還會覺得哇天啊 還會做很多 所以你可以放最少的方程式 可以得到最多的 跟實驗一樣幾乎還是最好的 OK 然後我就在想 那你當然從靜止到運動 大家可以得到 不過很多人都得到 所以我得到也有什麼奇怪 然後 我會辦法得到像這種 OK 像DT的運動 不會知道 得做才會知道 好 那所以我們就借我們的Model 我的Model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些都會換進去 所以包含了 這個就是Active的Network 叫做Cytoscalary 那就是細胞的骨架 然後 這個是Milesin的Density 然後這個是細胞的Subject Bound 然後下面是D OK 那我現在已經可以講 細胞的骨架 因為我們小時候 至少我在念生物的時候 就是我國高中的時候 我聽到是細胞裡有細胞體 我不會聽到骨架 然後我在聽到細胞子會流 OK 那實際上的事情是 你去看我會看到骨架沒錯 但這骨架我剛講了 你會吸收的東西進去 然後會有舊的東西離開 所以在長的時間尺度看起來 它是會流 OK 所以短時間尺度看起來 它比較像是一個 膠 OK 膠水的那個膠 這是它的 Stress 所以時間的演化 在短時間的時候呢 比較像 可以顧類這項 比較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Sigma 欸不對 短時間的時候 短時間的時候 短時間的時候它比較像 elastic material 所以呢 短時間的時候 Sigma比較像是跟 跟stress 成正 OK 我要講的是這件事情 好 然後長時間的時候 Sigma比較像是跟 stress 的 stress rate 的 跟stress rate 成正 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 短時間的時候是這兩個 長時間的時候是這兩個 OK 那沒錯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care 短時間發現的事情 就是實驗上看到的 還是不會夠長 因為 每一個新的moliver 降到前面 都是千分之一秒之類的事情 所以說今天這個 不是很重要的話 你可能比較容易看到 沒有這個tramp 那就是找到那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biosyn 所以biosyn越多 它就會有一個 額外的stress 因為biosyn會搭 對不對 那這個是 stress 你們學會電子學 有Maxwell stress tensor 對不對 stress tensor的軌點 是force density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就好 直接告訴你biosyn的分布 在空間中不均勻 就會有force OK 那如果biosyn的dense 那些都是girin的話 你就會有girin的stress 是這樣 然後biosyn 會跟著你的細胞執行 但是biosyn會induce 會induce 然後細胞跟substress 之間的棒 可以黏起來 你可以斷掉 OK 然後黏起來 我們假設是碰到就可以 所以有一個 Constant的黏起來 rate 斷掉的話 因為你的細胞在移動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 斷掉的rate 跟速度有關 但是跟速度的大小有關 跟速度的包小有關 這個像是正的或負的有影響 這個像是正的或負的有影響 這像如果是正的代表說 速度越高 它就會越來越短 很合我們的路 平常的想法 直覺 如果這個trm是負的話 代表 有在流它反而不想斷 所以那是很奇怪的棒 但是在生物裡面很多這種棒 OK 你如果去拉它 反而 會先看起來比較不太容易斷掉的 這種棒就像cash棒 在生物裡面很多 好 然後最後一個force balance 你們知道總比為例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說的 stress 在空間中不具 stress 的grading有一個例子 這個是 細胞在爬的時候 細胞跟subject 有一個friction OK fluid friction 這個是 細胞跟subject之間的bomb 所造成的friction 就把這些合在一起就可以 然後你有一對couple的 微分方程要解 所以就要有并界條件 不要擔心incration 我只要告訴你 不理一一就好了 你要確定 multin不會跑到細胞的外面 就是這個incration 你要確定 因為stress在空間中是均勻 是連續的 如果stress不連續 微分就是無限大的 不可以有無限大的 所以在邊界它必須要離去 所以它會跟細胞的boundary 所施的stress 然後你會進來 好 再來就是 細胞的前端跟後端的運動 除了細胞裡面細胞子的流動以外 你還有前面有新的active monomer 加上去 有貢獻 所以 這個是細胞的兩端的位置 所以時間的演化 它會有float 還有active monomer加上去的速率 然後active monomer加上去的速率 會隨著外力受到影響 這樣其實在這裡 有一個active monomer 可以加新的monomer進去 然後monomer也可以離開 ok 這個binding on binding 這個是binding 然後binding on binding之間 會滿足的一個叫做detail balance 就是統計力學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所以有一個detail balance的關係 最後一件事情是我不能不加的 就是 當一個細胞開始爬的時候 它前面跟後面的acting network的structure不一樣 它後面就開始不太polymerize 然後這邊才會polymerize 但那細胞還沒開始爬以前 那其實每個地方都是差不多的 我必須要把這個現象覺得夾進去 所以我加了一個小小的logic在這裡 好 我就幾次這樣就可以 可以嗎? 我的model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最無聊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講得有一點點快 那如果你有問題就 你可以時候再問我 或現在問我都可以 好 所以這是rug circulation 然後我要確定一下 我的細胞看起來不要很奇怪 所以我就請我們也rug一下 看看那個細胞跟substructure之間的間解 跟它的流場的關係 那個term我剛才說了 就是有流的時候看起來應該比較容易斷 這個問題 好 K2大於0是代表這個細胞 跟substructure的間在 細胞子在流動的時候它比較容易斷 然後C是biosyn的產生圈圈 就是那些會拉的那些分子 那些會拉的分子 不管K2是真的或酷的 都在細胞中那些 這是一個我們特別做的simulation 這個我們特別喜歡叉子胞細胞不會 它是禁止在哪裡 實驗上我們知道 禁止的細胞大部分 跟substructure的bomb都在兩邊 中間比較少 我們要checkless 所以這個是bomb的density 然後這個是放在細胞裡面 相對的位置 藍色是有流場就容易斷 大部分bomb都在這方面 這個跟實驗是不一樣的 紅色是有流場比較不容易斷 因為兩邊的細胞子型 比較容易往中間流 所以兩邊的bomb反而比較多 就這樣 所以就一個很簡單的實驗連結 就是大部分的生物實驗 顯示細胞跟substructure之間bomb是那種 有流場反而比較多容易斷的bomb 我們這邊看到也是一樣 這叫做catchbomb 所以紅色最小就開始玩 藍色比較有可能 它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那不是很重要 那個名字是給這個領域等看的 好 那接下來我就跟同學說 但你可以改變細胞的active polarization rate 還有細胞的miocent contract tf 先前的那些理論都只改變其中一個 就看到細胞會爬 所以就把兩個都改編看看 他是改變 然後他就說 嗯 可以有禁止紅色的 有移動藍色的 但是有一個 周圈那個方形的 是這樣 他會這樣子 OK 所以你會看到 我增加ip polarization 我不會 就直接 從禁止到移動 所以就沒有整個奇怪的性 然後你增加看起來 應該也是差不多 好 我們跟別人的model不一樣 就是我們真的把細胞跟suture bond 放進去 就是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做 家人流場以後 比較不容易斷的 我們弄一個bomb的是 你會流場 他的斷掉的機率都一樣 他就說 他說 如果不用cashbomb的話 我會有這種osolation 所以你只有禁止給移動 所以大家回來 就是我們得到最重要的結果 好 這個是細胞爬行的速度 跟細胞的 active normalization rate的關係 所以這是禁止的 然後這是移動的 然後這個是來回走的 來回走的速度 必然多 這是最小值最大的 最小值是0 但你可以說 最小值是這個加一個負荷 可能不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們也想看看 Force Diable 和Force Quadrant 想像有這樣的實驗存在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Force Diable 它是這樣子 這是Force Quadrant 這邊看起來很像0 那不是0 這兩個點是有數值的 不是0 Diable不會是0 你兩邊有bomb 然後被往這邊拉 Force Diable不是0 但是在移動的時候 Force Diable大了很多很多倍 這數值大了不得了 Force Quadrant 我這邊真的是0 OK 如果你有這兩邊的對稱的話 你的細胞是哪裡也去不了 如果你把力乘以 跟中間距離的平方 如果這對稱不破壞的話 細胞是沒辦法破壞左右的對稱 所以你在移動的時候 你的Force Diable是不會是0 但是Force Diable是移動之前 它就不是0 所以我們得到這些結果 還有看案出貨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得到一個會有來回走的 見鬼去哪裡看到這個實驗 前面的實驗都沒有 只有高一距離 網路上早就知道我沒有這個實驗 有 當然 沒有我們就不要寫paper 好 而且不是很差的journal Nature Communication 可以接受 然後呢 它可以得到亂走 在意圍 就是Effectivity意圍的jecture 亂走 或是直走 或是periodity 來回走 它怎麼去調這些東西呢 它當然調一些 做實驗的就是把一些蛋白質去掉 或是加一些東西上去 去看它走的行為有沒有改變 答案是 它要從直指走變成這個 它做一次一次 在這個protein裡做一些改變 這個protein是 調控細胞跟substrate 連著的強迫的protein 所以跟我們的simulation 還蠻穩的 就是我們是說你只要有cashbound 然後到一定的強度 你就看到哪一回走 所以跟這個實驗室有點管理 所以就覺得它不錯 所以就是細胞